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邀請你訂閱我們的頻道,轉發分享我們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造就聖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會講聖靈是什麼 好了,其實這個內容是在聖經裡面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裡面說 你們若是奉我的命求心,摩的話,我必成就 你們若是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衛師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靈 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見不到祂,也不認識祂 你們是認識祂,因為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的 好了,這裡有個字就是例,另外 符就另外賜給你一位保衛師 這個另外不是指另一類,而是指別個同類的 保衛師的原文,意思就是幫助者或者安慰者 當然這個字的涵義非常廣,包括有安慰,教導,思恩,保護,引導,好友,異語等等 而英文也是翻譯它做安慰者的 其實這個字義也還有很多,包括在旁邊呼喚者,朋友,中保,安慰者,說服者,輔導者,辯護者,代購者,堅護者 其實原文在新約的聖經當中已經出現了五次 其中四次都是指向聖靈的 而另有一次就是逆作中保,就是指耶穌基督來說的 所以主耶穌就是我們的保衛師,當我們失腳犯罪的時候 祂在父面前做我們的中保,幫助和代求者 聖靈其實也是我們另一位的保衛師,永遠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灰心軟弱,愚昧無知 聖靈是我們的幫助,帶領代求者 好了,聖靈也可以說是主的靈 聖靈就是基督的化身,就是把基督實體化在信徒裡面 而一直陪伴著我們,服侍我們,並且照顧我們一切所需要 聖靈對我們的照料真是無微不至 無論我們需要什麼,祂都能夠供應我們 而且是卓卓有餘的 如今,主就是那個靈了 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 好了,真理的聖靈就是說 他感動人講出神的話 他絕對不會引人趨向網絡的 好了,第三,他為這位是真理的基督做見證 他要引導人進入真理 但世人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都是屬服血氣 聖靈不能夠住在他們裏面 所以唯有聖靈才會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也只有肯接受聖靈如此感動的才能夠得著聖靈的內住 在新約時代,聖靈的工作和舊約時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聖靈今天住在信徒的裏面永不離開 在舊約時代,聖靈只是間歇地降臨在一些特選的承受聖職的人身上 包括先知、祭司、君王和事先等等 好了,真理的聖靈其實就是聖靈 聖靈就是基督的實際 聖靈最大的工作就是為基督做見證 也都是將基督實體化在信徒的裏面 令我們能夠認識並且經歷到基督的 好了,祂常與你們同在,也都要在你裏面 意思就是聖靈是內住的靈 祂住在新約信徒的裏面 做他們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我們在說聖父聖子聖靈就是三位一體的神 就是三個位家 耶穌和父原為一 耶穌與父是一位神 只有兩個不同的位家 至於聖靈也是父出來的另一位 三者都是一位神 也是獨一的神 需要清楚,神得一位 三二一的一位神 好了,約後福音15章26至27節 就講到聖靈的來源了 耶穌說 我要從父那裏猜補韋斯來 就是從父出來的真理的聖靈 祂來了就要為我做見證 你們也要做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聖靈有祂自己的主權思想 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思 因為聖靈,屬靈的恩賜 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並且是隨幾乎分給各人 以下就有幾段經文 就是並列了聖父聖子聖靈 首先就是大使命 馬太福音28章19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洗 所以這裡奉父子聖靈 其實原本就是指向一位神 是一個單數 所以在這裡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下 就是三位並列在一起 然後在哥林多後書13章14節這裡 就是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好了 這裡就講到聖父聖子聖靈 都是與眾教會同在 所以三位也是並列在一起 而講到屬靈恩賜的時候 在哥林多前書第12章面就講到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他是一位 即是也有分別主也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別但是神也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事 所以這裡講到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都是並列在一起講的 那馬太福音三章裡面就講到 耶穌受了洗 既從水亂上來 天忽然為祂開了一套 看到神的靈 仿佛好像甲字這樣降下 落在祂身上 從天上有聲音講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這裡就看到三種不同的角色都出現了 包括就是聖父聖子聖靈 在這裡都並列在一起就出現了 接著就是由大書裡面講 弟兄啊 你們卻要在自性的真度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面 保守自己 嘗在神的愛當中 仰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憐憫直到永生 而在這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都講完 以聖靈的神聖也都不可忽量 在立馬書八章裡面講 我們的軟弱是有聖靈的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怎樣去祈禱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探式 去替我們祈禱而已 監察人心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是照著神的旨意 去替聖徒祈求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做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子而被召的人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 就是預先定效化祂兒子的榜樣 令祂兒子在很多弟兄中做了長子 預先所定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也所稱為義的人 也叫他們得榮耀的 所以耶穌離開聖靈各隔離 是要讓我們去效法長子耶穌的模樣 然後就稱我們跟隨耶穌的這班人 叫基督徒這班人就可以稱為義 同樣也叫他們在日後可以得榮耀 所以愛神的人從中得到益處就是得榮耀 好 那我們今節講聖靈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之後仍然會繼續為大家講解聖經的不同內容 好了 那我們邀請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轉發分享我們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以及留下造就聖的留言 好了 今節我們先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